大家好,我是曹哥 今天用香肝豆腐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这样做出来的香肝豆腐出锅以后下腊开胃 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做法简单易学 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制作的吧 今天我们准备的香肝豆腐是圆的 用这种香肝豆腐做出来比较有嚼劲 而且吃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不错 我们把香肝豆腐去掉一点头部 然后把它切成薄片 豆腐营养丰富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所以我们切豆腐的时候一定要切均匀一点 不要切得太厚 如果切得太厚的话吃起来就不香了 把所有的豆腐切成我们鼠中这样的厚片就可以了 也非常容易熟 豆腐切好之后 倒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炒香肝豆腐我们也要准备一块五花肉 我们把五花肉切成两半之后 切成薄片 加点五花肉炒出来就特别的香了 五花肉切好之后 倒入碗中备用 多准备一些大蒜子硬刀将它压碎 这样蒜香味更加的浓郁 大蒜全部压好之后 改刀把它剁成蒜末 这里也不要剁得太碎 蒜末切好之后 倒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去了皮的生姜 切成薄片 然后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切成姜末 姜末切好之后 和蒜末放在一起 准备一些小米椒 把它切成小圈 小米椒切好之后 也倒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三个青椒 把辣椒粑切掉之后 将它片开 然后改刀切成小段 青辣椒切好之后 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小葱 把葱叶和葱白分开切 把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 和姜蒜末放在一起 剩下来的葱叶切成小段 葱叶切好之后 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一勺辣椒酱 再加入一勺黄豆酱 一点点食饮盐 一小勺生抽 一点点鸡精 少量的胡椒粉 或者是五香粉 倒满一小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 是为了节省炒菜的时间 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锅中把水烧开 加入一勺食印盐 入个底味 然后把切好的豆腐 放入锅中焯水 豆腐焯水的时候 一定要把水烧开 因为香干豆腐 它是烟熏的 如果不焯水的话 就有一股烟的味道 所以我们要用开水 将它烫一下 把豆腐蒸的豆腥味 给它焯水焯出来 焯出来以后 我们将它困水捞出来 放到大点的网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 加入少量的食印油 油烟之后 把切好的五花肉 放入锅中 开大火 把五花肉炒香炒熟 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炒哥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伸出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呗 感谢大家的支持 五花肉炒香之后 把姜桑末小米辣 全部放入锅中 继续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五花肉炒香 五花肉全部炒香之后 把香干豆腐放进来 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豆腐炒至入味 大概这里要炒个30秒左右 一定要把它炒出 蒜香味来 豆腐炒出蒜香味以后 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均匀 让每一块豆腐炒至入味 把所有的调料 渗透到香干豆腐里面去 这样炒出来的豆腐 香辣开胃又好吃 豆腐炒至入味以后 我们把青椒也加进来 把葱段也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 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 这样炒出来的豆腐 非常的开胃又下饭 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 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然后将它装入盘中 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香辣开胃 又下饭的香干豆腐 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 非常的鲜嫩 吃起来的口感也特别的好 绝地比饭店里面做的 还要好吃 主要是自己在家做的 干净又卫生 如果大家也喜欢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